今天是太鲁阁事故头期 就读国立体育大学的两兄妹 张恩祥以及张恩云 和父亲张信盛 亲友也在老家举办告别追思会 一样是育人的总统府发言人 以及原民委员会主委 也到场参加告别式 国体大校长更是颁发 荣誉毕业证书给两兄妹 愿他们安息 教友唱着诗歌将心中的爱 传递给不幸罹难的一对兄妹 以及他们的父亲三人 这就是就读国立体育大学 体育推广系二年级张恩祥 以及路上运动技术系二年级 张恩云兄妹 与父亲张信盛的告别追思会 头去这天用歌声来送别 一样是玉里人的总统府发言人 古拉斯以及原住民族委员会主委 一将巴洛尔也都到场参加告别式 而古拉斯也说一早 也是搭最早班的火车回到玉里 心里非常痛苦的说 希望张妈妈能够坚强的下去 尤其我们希望惠美 要坚强 作为一个女人 我感同身受 今天特别回家 要把我们的祝福 带给我们的张牧师 还有我们所有的家人 我们的内心不舍 心痛 但是我们要继续走下去 我们是一家人 大家不会孤单 告别式这天张家兄妹的同学 也都远从北部下来参加追思会 满满的祝福写在卡片上 张爸爸的部落国小 国中同学也都到场 给张家加油打气 特别是 钟惠美 她是我小学的同学妹 仿生的心胜 不仅仅是我小学 国中 甚至是高中的学弟 我相信钟惠美 是所有当中 最能感受到 痛心疾首的心情 我要特别慰问 惠美 你要坚强 就读国立体育大学 推广系二年级张恩祥 路上运动技术系 二年级张恩允兄妹 与父亲张信盛 在太鲁阁号出轨事故 不幸罹难 只有妈妈中惠美心存 为了培育两个子女 一家人从花莲域里北上发展 却在清明廉价返乡 遭遇后劫 国体大校长张敏坤 更是颁发荣誉 毕业证书给张恩祥 与张恩宇 愿他们安息 记得高雄雄预证采访报道